金山高中管乐队每年都会走出校园进入社区 以游行的方式将所学成果展现 而今年学生们是换上了圣诞装扮 吹走乐器保佳音 从学校的操场整队出发走访社区与学校 邀请社区的学童与居民一起听音乐童了 岁莫感恩时节下周又正逢圣诞节 金山高中管乐队每年都会走出校园进入社区游行的方式 要将所学成果展现 今年学生们装扮圣诞装扮 要来用自己的专长随咒乐器保佳音 背起乐器踏着整齐步伐准备出发 在校长与指挥老师的带领之下 走访社区为社区来保佳音 那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让孩子来展现他们的成果 那借由这样的圣诞采接保佳音 让孩子把平常所训练的 透过这样的一根社区的民众 还有甚至于社区的小学一起来同乐这样子 那一方面也让他们把实战的这种 学习的一个经验做这样展现 一方面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圣诞的装扮 让把这个欢乐带给我们的社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连续搬了三年 那看到每年这样的一个活动进行 每个孩子都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进步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让孩子获得成就 比我们教很多的东西 教很多东西 然后教很多的技能 他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成长让他进步 我觉得这个是金山高中高中非常独特的地方 首带来到金山高中的邻近学校金山国校 富佑的小朋友看着戴着圣诞帽的大哥哥大姐姐 都相当的兴奋 为了增添互动性 还邀请小朋友们加入乐团指挥的角色 拿着指挥棒的架式 一点都不输给专业的教练 而幼儿园主任也相当感谢金山高中管乐队 让孩子们感受到热闹又愉快的圣诞氛围 因为我之前有知道赖校长已经在那个老街 他有带学生到老街做表演 对然后校长很推崇这一些活动 他很希望把活动带入社区活化社区 然后跟学校跟做一些交流 那我觉得很棒 圣诞节还有到老街去表演 还有这一次还有到那个 不是植物宫 这次有到那个音乐厅还是什么地方 做表演我都有 对我上去稍微follow一下 我觉得很棒 一个下午为社区报价音 走往老街金包里寺护工与学校 还有去工作 金中管乐队的孩子取之于社区 泳之于社区 期待透过游行报价音的方式 要带来乐耳的乐声 以及愉快的心情给社区的居民 还要展现平日里练习乐器的成果 借此感谢社区的支柱以及支持 记者 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学期间